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就是 记得欺负海权老师 尊老爱幼 在这不管用 很喜欢深深 在第一阶段的表现 不光是音乐上的经验 还有就是 作为常驻合伙人的 预言天赋和综艺能力 刚才那句话很不是人 把他的那句剪掉 把那句剪掉 你如何之处 剪掉他 他绝对不能剪 天字的声音 新一轮配对合作 人间百灵鸟 意外轮空 有点可惜 不过周深 依然贡献了最多看点 气氛担当 成不欺我 哪里有小白粥 哪里就有欢声笑语 周深多次强然失败 委屈自嘲是橄榄枝 一直没有抛出去 最有趣的是 气氛组长 搅局搞事情 太好笑了 主持人憋着不笑都不行 谈剑刺 孟佳的唱跳舞台 又燃又炸 像极了90年代的 蹦迪现场 周深跟着 从头嗨到尾 全程跟着节奏摇摆 就差冲上舞台 一起扭胯了 虽然表演风格不搭 周深依然毫不犹豫抢人 骨子里唱跳歌手的DNA 肯定动了 如果配对成功 小白周离唱跳歌手的距离 又迈进了一大步 而且周深为了表达诚意 爆笑拉票方式让人笑掉面膜 妥妥的梗王 周深一本正经的开启单口相声模式 孟佳可能不知道 我也有个外号叫歌手 因为我是博主 但是一年只更新一次 经常放鸽子 周深继续拉票 如果我有一个非常热闹的舞台 乐评人或许也会闹红点评 好像很有意思 孟佳可以考虑一下物种 画风一秒突变 喜剧人冲破封印 周深孟佳似乎对上了暗号 歌言歌语名场面 让人笑到捧腹 不过孟佳心有所属 礼貌婉拒了邀请 周深抢人失败 平躺事后仰像极了被暴击 一声凄厉的歌叫 又一次戳中笑点 郭彦彬笑出眼泪 张绍涵笑到放弃表情管理了 面对新神代歌手张子宁 周深再次选择抢人 不过音乐风格和唱枪方面 张子宁选择了更合适自己的张碧晨 周深一脸苦涩 只能委屈自嘲是橄榄枝 一直抛却抛不出去 更有趣的是 周深多次抢人失败 搅局搞事情太好笑了 气氛小王子太会了 综艺效果瞬间拉满 胡海泉同样很惨 抢人总是被挖墙角 周深看热闹不嫌势大 一个劲地怂恿张绍涵先下手为强 姐弟俩一唱一和 胡海泉直接傻眼了 其实时间还有很多 还可以再讨论 在天字上 如果和绍涵老师合作 我觉得会带来非常好 您合作哦 好棒哦 周深是自己得不到 也要破坏人家 好了 主持人损私发言 就算自己得不到 也要想办法破坏别人 小白周可爱到犯规 没有梗就自己造梗 有他就有欢声笑语 周深意外轮空 多少有点遗憾 可能是冠军太多了 强制让他休息一轮 不过生命并没有白等 人间百灵鸟轻唱红豆 惊喜彩蛋 让人一秒沉醉 周深的天籁音色 根本不需要伴奏 唯美开嗓 空灵又充满了禅意 故事感满满 当之无愧 天字最佳代言人 期待周深下周的舞台 人间百灵鸟 值得被等待 我刚上海了 哪上海你 属于是 对对 一个长八 在宁小 与那个声音 这关系吧 就是我会很害怕我爸爸 所以我很多事情 其实我不会跟他说 但是到后面到现在 我会发现 我越来越像我爸爸的爸爸 因为我发现我爸爸 他现在遇见任何小事 他都想打电话 问一下我怎么做 感觉有个绿幕 他想抠成什么样子 他就可以用他的声音 把它抠成什么样子 这周深的表达太好了 把我内心想说的没说 我过来 你这边有没有打 你这边有没有打 不 我 我 我也有 我 我 为什么那边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